中国这种学末画 最有魅力的应该是属于这种大液晶大泼墨这种感觉 我就尝试用一些比较粗旷一点的 随处可见的物品来进行创作跟尝试 比如说鞋刷呀牙刷呀扫把呀锤子啊手啊反正都可以 暂时可能是几种吧 其实武侠系列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的文化 也有自己的一点情怀在里面吧 最开始就是这种上见走天涯的这种梦啊 后面可能有一些儿女情长啊 你可以从画面中能够看这个故事 真正一个作品出来的话可能也需要两天的样子 讲通过这种形式 把这种已经比较沉寂的梦想把它激发一下 也能够引起同时有这个梦的一批人啊的共鸣 我感谢这种梦的梦想